最近有网友询问 这种长得像拖鞋底一样的怪异飞行器 为什么靠偏执的螺旋桨驱动 就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落 并向水平方向移动 这种自由飞直升机早在三四十年前 全国各地的中学航模队都会制作 那时同学们用铜木骨架加棉纸徒步油 做出细长的机翼和稳定翼 给棍子末端安装一台 稍甲醇碧麻油混合燃料的1.5cc发动机 该机重心在一根处 螺旋桨推动悬翼在支架上旋转起飞 此时悬翼生力对重心的倾斜力矩 和机翼离心作用产生的回正力矩相互平衡 使悬翼面保持一定锥度转动 由于叶间的窝流有足够的时间下沉 当叶片再转到同一位置 就不会进入刚才制造的一间窝流里 因此诱导阻力比两片悬翼更低 所以这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直升机 但悬翼绕着机身重心旋转时 它短小的一弦无法产生足够的配平力矩来保持迎角 因此悬翼后面还需要有个稳定翼 而飞行方向则完全由操场上的风决定 这导致下方的学生们屁颠地跟着跑 现在看来那是一种射死场面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片泡沫剪成砍刀状 按图上的样子给它沾上空心杯电机和ES小电池 就能在屋里飞行 但奇怪的是 这片砍刀状的悬翼能保持住迎角而无需稳定翼 这又是怎样的原理呢 于是我们按拖鞋的造型制作了一个外壳 它分为两部分 一间附近有电机座的部分是悬翼 截面采用平凸翼型 旁边是个截面左右对称的平凸型电池舱 里面有舵机并通过拉杆驱动舵面 该舵机有一个特殊的飞孔驱动 它的供电和遥控指令来自接收机 这个接收机从电条的BEC取电 通过一个锂电池供电 这架直升机放飞时可直接甩出 螺旋桨会推动机身绕着重心旋转起来 这使得螺旋桨的轴线跟着旋翼不断偏转 于是桨盘就像自转轴受到扰动的陀螺一样 会产生进动效应 使桨盘在不断内片的同时 还跟着叶片转动90度向上进动偏转 产生抬头力举 而作用在大约三分之一平均弦长处的胜利 又推动机身绕中心低头 形成低头力举 二者相抵 使旋翼达到纵向力举平衡 从而获得稳定的迎角 因此该机是通过螺旋桨盘的进动来制造配平力举 所以不需要稳定翼 此外它的接收机除了第三通道用来控制电条外 抚养和复翼通道的信号会送到飞控 该飞控还有IMU惯性测量单元 或者一个电子指南针的芯片 将飞控初始的对正方向或磁北极 作为参考方向 飞行中一旦飞控收到接收机的前进指令 就会在机身转动道和参考方向相反时 发出舵面下片信号 驱动舵面下片一次 由于旋转的机身也是个陀螺 舵面制造的这次侧倾导动 会跟随机身旋转90度发生进动 使旋翼追面从水平变成前倾 于是向参考方向移动 收到后退指令 飞控会在机身转动道 正对参考方向时 让舵机动作一次 而舵面这次制造的侧倾力举 依然要随机身旋转90度发生进动 使旋翼追面后倾 向参考方向的反向飞行 同理左右侧飞也是如法控制 所以它还是沿用了直升机的 周期变距控制原理 只是飞行方向需要以参考方向为基准 虽然这根本算不上正经的直升机 机动飞行就像是风里的塑料袋 飘忽不定 但它十分便宜耐炸 飞行效率高 当然最可贵的就是一双报废拖鞋 可以制作出两架